欢迎来到量生活 在你休息之前 还有一个期末考 全是谜题哦 写下你的答案 我们会在影片结尾 看看你的分数代表着什么 大学校长看来很紧张 他到了办公室打开了门 学期结束前 所有学生都要参加期末考 除了地理概论那堂课之外 老师因为某种原因 推迟了期末考 当校长坐在办公桌前时 他发现有人翻过了他的考卷 他们偷走了物理期末考卷 如果门窗都关着 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这一题我给你七秒钟 校长办公桌上方的通风板被人动过 有人一路爬到那里 真厉害 但这是谁干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 你得先解决其他一大堆的谜题 然后也许你会在影片的最后 找出答案 校长离开自己的办公室 走下楼到大厅 一声巨响 整栋楼都停电了 一定有人把保险箱的开关全都关了 他笑到茶水间去看看怎么了 他毕竟是校长嘛 没错 有人在这里捣乱 茶水间里有三个嫌疑者 清洁工说 当他进来清洁时 有人关掉了发电机 瑞秋是一位新来的转学生 他说他完全迷路了 不小心走到了这里 西蒙是大三生 他手里拿着手机 说他正在玩一种必须在游戏中找东西的电玩 是谁把电源关了 你的七秒钟计时开始 是瑞秋 现在是学期末 他不可能在期末考试前转学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也许他想破坏物理期末考试 他打开开关恢复了电源 终于饿了 也许该吃点东西了 当他到达食堂时 有个新问题在等着他 有人把一大袋糖倒进了一大锅汤里 是哪个学生 你有七秒钟 所有嫌疑者面前都有一碗汤 但是其中一个没有汤匙 只有叉子 他根本没打算喝汤 因为他知道味道会很恶心 就在校长吃完三明治的时候 他收到了一条简讯 是一位教授发的 他在他的办公室需要紧急帮助 办公室里有三个学生 站在那里四处张望 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 教授声称其中一个人 在他的墙上涂鸦了这幅画 是谁干的 你有七秒钟的时间来搞清楚 就是那个人 就是那个人 他遮住自己的手 他很可能是不想让你看到他手指上的颜料 下一站 臭名昭彰的物理考试 校长走到考试教室 里面很安静 看来没问题 所有的学生都低着头盯着他们的考卷 但是有人在作弊 校长能感觉得到 帮他找出那个狡猾的学生 七秒钟来扫描房间 是那个翘着二郎腿的家伙 真狡猾 他把答案写在小腿肌肉上 但是他到底是从哪里得到这些答案的 被质问了一会儿 他终于招了 答案是从朋友那里拿到的 麻烦过去 该来杯咖啡汉点心了 一大份 但就在这时 刺耳的嗶嗶声打破了几近 火灾警报 哦 拜托 学生们陆续走出教室 整个大学都必须疏散 学生们站在外面看着大楼 没有着火 连烟都没有 校长收到警报公司发来的简讯 警报是被人 而不是被烟雾探测器触发的 校长四处看了看 是时候围捕四名嫌疑犯了 迈特说 当警报响起时 他正在洗手间 朱利亚正在参加地理奇末考 克拉克和莱克斯在科学实验室中一起研究奇怪的绿色陨石 他们哪一个在撒谎 你有七秒钟的时间 现在开始 是朱利亚 是朱利亚 地理老师推迟了奇末考 还记得吧 除非他有东西要隐瞒 不然他为什么要撒谎呢 今天校长不太走运 有人在校园里砍倒了一棵树 今天早上管理员看到四个学生在树下闲逛 然后树现在就不见了 该来审问嫌疑犯了 艾米利说他整天都在图书馆里 很多人看到他 山姆声称他在食堂里喝汤 路易斯参加了物理奇末考 麦克说他整天都在做重量训练 为了能去海边炫耀身材 是谁砍倒了那棵树 你的七秒钟 现在开始 显然是山姆 他说他在喝汤 但是记得吗 如果他真的在食堂 他应该会提到糖的事 而且校长到过那里 并没有看到他 他在撒谎 接着是生物奇末考 这位新老师的奇末考非常特别 校长偷偷溜进教室后面 老师解释说 他在学期开始时就给了学生榕树的种子 谁种出最漂亮的榕树 谁就能得到最高分 现在该展示成果了 学生们开始渔罐走进教室 他们有一半拿着重有美丽绿色榕树的花盆 另一半的花盆里装满了一般的泥土 没有叶子 什么也没有 老师说 拿着空盆的学生都能得到A 老师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七秒钟内解开这个谜团 开始 在学期开始的时候 他给每个人夹的榕树种子 那些带着盛开植物来的学生 一定是买了一棵长好的植物 然后把它插在花盆里 逮到了 今天最后一棵期末考 哲学 年轻的老师在那里等着所有学生就座 之后 他把一座古希腊哲学家的半身像摆在桌上 老师说 请用以下主题写出一篇文章 为什么这座半身像不存在 论点最具说服力的学生得A 其他人得C 老师也太严厉了吧 一个小时后 学生们交出了考卷 大多数人把正面反面都写满了 但是有个学生只写了两个词 然后他得了A 他写了什么 我给你七秒钟的时间来想出答案 他写着什么半身像 校长又到外面 这次是停车场 什么 有人把他的车轮拆掉了 他要怎么回家了 他的后车厢里还有备胎 但是小偷们连轮胎的四个螺栓也全偷走了 他能怎么办 你有七秒钟的时间来想出一个计划 他得从其他三个轮胎上各卸下一个螺栓 然后把它拴在备胎上 现在每个轮胎都有三个螺栓 够撑到最近的加油站了 真是紧张的一天啊 校长正准备休息一会儿 但他又收到了另一封紧急简讯 校园里到处都是碎玻璃 有人打破了楼上的窗户 周围只有三个人 一个厨师 一个园丁 和一名学生 厨师说 因为有人在上一锅汤里放了糖 所以他花了一个钟头在煮新的汤 园丁 承认他在树上修剪树枝 他看见一个学生打破了玻璃 学生说他一直在图书馆读书 我给你七秒钟的时间来找出谁在撒谎 园丁在撒谎 他怎么可能爬上树 树早就已经被偷了 是他打破了窗户 也许只是不小心的 这一天终于结束了 校长准备去参加大学最有名的传统活动 就是奇末派对 在篮球馆举行 有灯光 装饰 还有DJ 大家都精心打扮 看来都解脱了 期末考结束了 派对开了一整夜 但就在凌晨四点左右 有人不小心关门太用力 触发了自动锁 结果每个人都被困住了 校长可以变成派对英雄 他只要找到出路 从他办公室拿出备用钥匙 然后从外面打开门就好 但该怎么做 其中一个学生艾瑞克说 他知道该怎么穿过通风孔 离开体育馆 校长看着他 整个人都气红了 为什么 最后一题了 七秒 你可以的 艾瑞克刚刚曝露了自己 很显然他以前进过通风孔 所以很可能就是他偷走了物理奇末考卷 你答得怎么样啊 把你答对的加起来 让我们来看看你的奇末考成绩如何吧 零到三分 看来你需要在假期时间报名一些课程了 继续观看谜语影片 你很快就会变得很厉害的 四到七分 稳拿B plus 相信你下次会做得更好 八到十二分 你搞定了奇末考 把书放在储物柜里 好好享受你应得的假期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